除了有我阿明和家俊之外 今天亦都有詹姆鄧紫棋 Hello 非常之開心可以見到你 因為第一次可以這麼近的距離見到你 就非常之開心 家俊就很緊張 演唱會買幾個票都沒有這麼近 沒錯 但是這次詹姆過來了 有另一個特殊的身份 他就是愛心大使 就是世界宣明會G230的愛心大使 其實鄧紫棋、Jem 你平時為何你覺得 在這次參與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呢? 其實我和世界宣明會的結緣是在2015年 因為我從2015年開始 就已經有助養世界宣明會的兒童 所以有過幾年去了解 究竟這個機構他們做些什麼 然後他們怎樣去幫助世界各地不同的 一些有需要的人 這樣的時候 再接到這個邀請去做今次G230的大使 我就更加覺得放心 因為知道他們做什麼 會知道他們一向的視線 是怎樣 然後也知道他們是很有效率 所以 因為 真的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就算你可以做善事 幫人 你都會知道那個機構 是不是真的正統 是不是真的OK 你才可以有更大的信心 還有更多的能力去幫助 再加上 剛才Jem就有說 跟2015年的時候已經有助養兒童 如果我沒有找錯資料的話 應該有14個兒童 是 是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可以助養14個兒童 我是慢慢加上去的 2015年的時候 由幾個開始 跟著後來就慢慢加上去 加下加下 現在就有7個男生 7個女生 哦 非常之好兒童 應該會繼續再升 有沒有跟他們有接觸過 或者見過面 或者是怎樣 沒有見過他們 但是有見過他們的相片 因為偶爾會收到他們 傳過來的一些卡 或者信 有一些小時候 是他們旁邊的 那些Volunteer幫他們寫的 嗯 他們可能只是自己 可以畫一些圖給你 但是因為你真的 看到他們的筆跡 你會額外有這個親切感 你會很開心 真的 不是說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做一些慈善 或者幫人 幫完算 但是這次你可以看回他們 寫回來的一些明信片 類似這樣 那個感觸是不是大很多 其實會 真的會感受到他們的生活多一點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告訴你 他最喜歡做的事是什麼 我有收過他說他很喜歡運動 那我就會覺得 你突然間就會更加覺得 世界宣明會他們做的事 簡直是 不只是幫他們解決他們 貧窮的那個需要 而是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 再加上還有教育的一部分 對 不是只是說出錢就這樣出錢 我想說不是那麼膚淺的 對 對 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幫助 有需要的人 其實現在這麼先進 其實可以用Facetime 跟小朋友見面 遲些可能會有機會 比較難一點 不知道連網絡也沒有 可能是 他們也不會有電話 對 對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推廣這行的活動 Jam 你推廣這次的活動 其中有些什麼細節的部分呢 譬如昨天來到馬來西亞的其中一個州 沙巴州 對 稍後回來我們再探討這個問題 究竟你昨天看到什麼呢 好 這個時間先來聽這首飄香和秘返 有的是鄧芷琦和黃明志 歡迎林家俊 好震撼的一首歌 有兩個都這麼強的人 唱出來有另外一番的風味和火花 有的就是黃明志和鄧芷琦 鄧芷琦 是 那這首歌呢 真的非常之好聽 為什麼你會想到 要跟他cross over來唱這首歌 其實我本身是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後來我在新加坡的演唱會 我就請了他來看 而當晚其實我亦都在Encore的時候 唱了這首歌的自彈自唱版 所以其實原唱 原唱就在現場看了我第一次唱這首歌 有看到那條片 他自己都很開心 其實我有看到一些訪問 其實Jem對於一些馬來西亞歌手的歌 我很喜歡這首歌 又喜歡第二首歌 又喜歡第三首歌 過後你才知道原來這三首歌 是同一個人 其實我知道Name V的歌 是很久之前 因為很久很久之前 有人傳給我 標高音裏面有我 我一直以為這首歌是搞笑的 後來聽到飄向北方 我完全沒有聯絡到是同一個人 所以那個範圍是否很廣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 非常多有才華的人 也要說回這件事 Jem跟不同地方的網紅 做cross over 再加做video 你有沒有留意到馬來西亞 有沒有網紅 其實在我認識Name V之前 在我知道原來飄向北方 是Name V之前 我都以為他是網紅 不是的 馬來西亞很多人 就是什麼都做的 他真的什麼都做 Name V的確是網紅 沒錯 也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他是最棒的那個 他又可以介紹食物給你 因為其實我上了他的節目 但他介紹的都是吃脆脆的餅 你介紹給你 你有看 我上他的節目的時候 你有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笑的主持人 但當他真的寫歌 他又可以寫得很認真 很觸碎的歌 就是歌詞 其實歌詞很深 這次說回 其實自己是一個歌者 一個創作歌手 一個全能的 artist 除了你講網紅 或者是我們artist 我們怎樣用這些效應 來宣傳這個致厄散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原本 我的歌迷 尤其是馬來西亞分會的這些歌迷 他們已經是很積極的了 因為他們經常會去自發一些公益活動 他們自己去搞 自己去籌備 然後自己去做 我又試過